据悉,钢铁侠3将会在5月3日在北美上映 中国硬期也会在近日宣布 目前有消息称,钢铁侠3将发行国际版与中国版两个版本 王学奇的戏份在双版中均得到保留 而反冰冰的戏份则只会在中国版里出现 钢铁侠3中,老戏骨王学奇将饰演医生吴博士 之前曝光的中国版预告中 他不仅有手术台前的医生扮相 还有身穿西服若有所思的镜头 而最有看点的则是他在永定门城楼前与钢铁侠相会 紧接着钢铁侠点火腾空的场景 因为反冰冰的戏份将只在中国版影片中出现 所以他和钢铁侠上演面对面对手戏的可能性基本上很渺茫 不过这些独有镜头稍后将会补充在钢铁侠3蓝光影碟里打包发行 举悉中国版影片还为中国观众特别准备了额外惊喜 但具体细节尚未公布 优酷娱乐播报 整理报道 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 汉别十载荣光依旧 敬请关注优酷全娱乐四一特别节目 共同怀念一大巨星张国荣 你是真正目标